纳米比亚这是一个非洲的国家 大家可能对他们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这支球队呢也是主要以他们的U20成员为班底 搭建的这支国家队 投球这次有了没有问题 中队高准意 比赛第15分钟 中队靠一次角球进攻 投球得分 1-0领先了对手 纳米比亚确实有点毫无还手之力 再来看这个球落点阀得不错 辽军胜在经历了四次角球的调整之后 终于找到落点了 整体的配合还没有打出来 纳米斯传着黄紫长大门 左脚的电视这球没有完全踢上 资格去打预备队的比赛 就是踢不到躲比 有一个再补 被对方挡出来了 再来看一下 角球开的也很好 中午 他这两个大个为什么不跳啊 身高是明显比赵云宁要高的 场面确实显得比较平淡 双方的失误也比较多 所以说咱们就聊了很多的皮外 先看这个机会 黄紫长 再传起来中路三点进 赵云宁 球顶高了 也希望他通过这种比赛 找一找状态 再来看啊 又是打长传送身后 这一次打过来 李帅上来 到进区里边中了两点接应 李帅打门 点球 主宅办 金银元给了一个点球 吹着对方就 踢人犯规 这球李帅确实依靠速度摆脱了对方的二号 这个球他回追之后呢 想把球捅出底线 但是应该是碰到李帅的脚踝了 看看啊 长传打过来 李帅 这个球 这个角度再来看 卡格斯大门 骗过了对方的门将 上场比赛的 伤停五十几段 中路队靠着一个点球 姚军胜打进 中路队2比0领先的对手 对于节奏放的比较慢 何超 好球 这孔弹找的不错 李帅打进球里边 看中路的位置 传过来 大门 3比0 张艺宁终于进球了 这次是来自李帅的助攻 中路队 何超 外脚位推直线 李帅又摆脱了这个二号 这个二号个子很高 但是速度不快 李帅这一边完全有绝对的速度优势 然后调整 横传 张艺宁 倒地的推射 把球送进大门 3比0 努力 这个球应该被越位 高准一大门 4比0 反越位成功 在传递第一瞬间 确实高准一是不越位的 果然 这个球确实不越位 没有任何的问题 他这个四号肯尼迪 是在防线的最后边拖着 高准一面的对方的门将 冷静的打了一个上角 这个胸部停球 加上这个端射啊 太精彩了 抢断 在横传 有机会打门 对方扳回一球 中队后场送礼啊 这个确实太不应该了 10号安东尼 后场 哎呀 这个球啊 面奥霜 对方这脚球拉弧线 打上脚确实挺漂亮的 在长城打身后 李帅在追 对方12号过难 往进区里边送 这个配合打得还可以 再横传 点球 这球打手了 对陈薇 安东尼 助跑 大门 打了一个球门左侧的上角 2比4 对方连追两球 这个比赛 让这样的一支球队 他们还是120啊 好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 中国队是4比2 战胜对手 我看到对手 真是感激